音乐 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 银行往来调节表 银行往来调节表 我们一般简称为银行调节表 那么为什么要调节 调节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编这个表 还有后续的程序是什么 因为这个主题比较大 所以呢老师就分上下两节来讲解 首先我们就先来谈谈为什么要调节 我们说的是调节而不是改正 就表示呢这个可能不是错 但是有差异 所以呢要调节 那么是什么跟什么有差异呢 就是银行账上的存款余额 跟公司账上的存款余额不符 照理说我们拿钱去存 银行帮我们入账 双方的金额应该是一样的 怎么会不同呢 是的 如果我们拿钱去银行存 银行当场就帮我们入账了 金额当然会相同 但是如果银行没有当场帮我们入账呢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呢 这是因为有时候公司收到钱 寄完账之后把钱拿去银行存 但是银行的营业时间已经过了 铁门拉下来了 那么我们因为怕现金放在公司里比较不安全 所以呢我们就拿去银行存 那么现在银行要结账了 银行员也没有办法当场帮我们进账了 他只能呢把钱点清楚 第二天一早呢就帮我们进账 所以呢虽然钱不会掉 可是我们公司账上记录有这笔钱 跟银行帮我们进账 银行账上有这一笔钱呢 就会差一天 那么这种因双方入账时点所造成的差异 就叫做未打账 那么未打账呢 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收到客户还款的钱 我们寄完账之后送存银行 却碰到银行当天的营业时间结束 我们把钱交给银行员 他点收完毕之后 最快也是下一个营业日一早帮我们进账 所以呢我们公司账上记录有这笔钱 跟银行账上记录有这笔钱 至少会差一天 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 就是我们银行存款的利息 那么我们存折类的存款 那么我们银行称为活期类的存款 每半年计息一次 那么因为我们常常存款呢提款呢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半年会生多少利息 通常呢要等我们刷步子 我们一般说登折才会知道我们这半年的利息是多少钱 这种呢银行直接帮我们进账 我们事后刷步子才知道的交易 也是一种未打账 第二个会造成银行账上的存款余额跟公司账上的存款余额不符的原因呢 就真的是错误了 也就是银行或公司其中有一方或是双方都发生错误了 在这里老师要再强调一次 未打账呢只是双方入账时点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它并不是错误 所以呢不需要更正 接下来老师要跟同学们介绍未打账的种类 首先呢是银行的未打账 那么银行的未打账呢指的是公司发动的交易 像是存款啊开支票 因为银行不会事先知道公司今天会来存钱 也不会知道公司今天有开支票出去 这些呢都是公司做的 当然公司会先入账 那么银行事后收到公司送来存的钱 或是看到公司开的支票才知道有这些事 所以呢这些公司发动的交易 公司账上的金额比较准 就要以公司账为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有哪一些是银行的未打账 第一个呢是再图存款 它指的是公司寄完账之后送存银行 但因为银行的营业时间已过 银行没有在当天入账的钱 第二个呢是未兑现支票 它指的是公司开出去的支票还没有兑现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执票人还没有把支票搁进去银行 所以银行还没有扣款 那么公司开票就要有让人领钱的准备 所以呢票一开出去就必须要把钱从账上扣掉 但对银行来说 他没看到支票进来 他就不能扣我们的钱 所以呢才会产生差异 再来老师要介绍公司的未打账 它指的是银行直接在公司的存款账户里操作的交易 比方说像脱收票据入账 存款利息入账 代扣公用事业费用等等 那么以下老师就一个一个来跟同学们做说明 第一个呢是银行脱收票据入账 它指的是银行提示脱收票据而且收到票款之后呢 直接把钱存入公司存款账户的交易 那么什么叫做脱收票据呢 老师跟同学们介绍一下银行实物 当我们收到客户开来的票 如果还不能马上领钱 或是在第二天呢就领到钱 我们就称为脱收票 那么脱收票呢分两种 一种是几期票 一种是远期票 那么如果是几期票的话呢 我们存入之后大概四到七天就会进账了 那么如果是远期票的话呢 我们把脱收票交给银行管理 那么银行呢 它会在票据到期日的前一天 就把票子寄出去 那么票据到期当天呢 那张票就已经到了付款行 所以呢除非退票 否则呢当天就会进账了 那么因为银行收到钱 会直接把钱存到我们的账户里面 而我们呢是要刷簿子 或是收到对账单 才会知道这笔钱已经进账了 那么银行进账在前 公司知道在后 所以呢这个呢是公司的未打账 第二个呢是存款利息 它指的是银行直接把公司的存款利息入账 尤其是我们存折类的存款 常常进进出出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估算 会进多少利息 那么银行提完利息之后呢 就会在复习日当天 直接把利息拨进我们的存款账户里面 那么银行已经把利息拨进我们公司的账户了 而我们呢要刷簿子才会知道这笔钱进账了 那么银行入账在前 公司知道在后 所以呢这个也是公司的未打账 第三个呢是银行的手续费 它指的是银行直接从公司的存款账户里面扣除的手续费 那么有些交易呢 银行会收取手续费 比方说像脱手手续费 或是呢我们跟银行的交易 社权银行可以直接从我们的户头上扣钱 比方说像保管箱的年费 这一些呢都是银行直接从我们的户头里面扣钱 那么我们要刷簿子或是收到对账单 才会知道被扣这笔钱 那么银行扣账在先 公司知道在后 所以呢这个也是公司的未打账 第四个呢是存款不足退票 它指的是公司存入交换票的时候呢 银行通常会调高公司的存款余额 不过呢存款的可用余额还是没有调高 不过当银行提示票据 却因为发票人的存款不足被退票的时候呢 银行就会直接调降原来调高的存款余额 那么什么叫做交换票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银行实物的名词 当我们收到一张已经可以领钱的票据 也就是集齐票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张票的付款行 是不是我们有存款账户的银行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必须要透过票据交换 这张票就叫做交换票 一般来说呢 我们今天收到交换票 晚上就进行交换 第二天呢 那张票就到了付款行 如果没有退票的话呢 就会进账 所以呢客户在第三天一定可以用钱 不过如果因为发票人的存款不足退票 银行就会在第二天直接把存款余额降下来 那么银行它是不会有损失的 因为从头到尾 存款的可用余额都没有变动 那么因为公司在存入交换票的时候呢 看起来存部的存款余额已经调高了 不过银行员通常都会说 这笔钱啊 要第三天才能用 但是第二天就退票了 所以呢银行就直接从此要先前调高了存部上的余额 不过我们没有刷布子我们不知道 我们必须要刷布子才会知道 所以呢这个呢 也是公司的未答账 第五个呢 是代扣公用事业费用 它是指公司授权银行可以直接从他的户头呢 扣除公用事业的费用 比方说像水费啊 电费啊 电话费等等 那么这些费用呢我们在收到发票或刷布子之前呢 都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 不过银行呢它已经先扣账了 所以呢它也是公司的未答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那么公司发动的交易呢 公司账比较准 所以呢一般比较准的呢 我们就称它为基准账 那么它是银行的未答账 也就是要调账的一方 也就是比较后面才看到交易的那一边 我们就称它为因调账 那么银行直接在我们的户头里面操作的交易 那么银行账比较准 那这个部分银行账就是基准账了 那么是公司的未答账 那公司呢在这个部分就变成因调账了 再来老师要教同学们怎么找出未答账 先前同学们在高中时学银行往来调节表的时候呢 题目都已经跟你们说 在图存款是多少 未兑现支票是多少 但同学们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吗 老师现在就要教同学们 这些未答账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那么怎么找出这些未答账呢 我们就是透过比对公司账上的记录 跟银行寄来的对账单 或者是存折 我们就可以找到未答账 甚至是错账 老师现在就举个例子呢 来跟同学们做说明 比方说我们公司在10月底呢 送了6000块到银行 那么因为超过银行的营业时间了 所以呢当天就没有进账 另外我们核对10月底的银行对账单 我们还有一张票子 他的票号是1470 金额是1440 还没兑付 接下来呢就是11月份的对账单跟公司的记录 我们就以公司账为准 对看看银行对账单的那边有没有相对应的 我们就先对存入的部分 首先我们在10月底就送了6000块到银行去 当天没有进账 我们看看银行的11月有没有帮我们进账 哦有了 11月1号进账了 所以呢这一笔10月底的未答账到这里就嘎平了 那我们再往下对 我们在11月3号进了2420 那么银行呢是在11月4号进账的 那么我们在11月10号进了1980 那么银行是在11月11号进账的 那么我们在11月18号进了5150 那么银行是在11月19号进账的 那么我们在11月25号进了2420 银行是在11月26号进账的 那么我们在11月30号进了7000块 那么银行还没入账 所以呢这一笔呢就是银行11月底的未答账 接着我们看支出的部分 我们先看看10月底那张还没付款的票 11月份付了吗 有了 银行在10月2号兑付了这张票号1470 金额1440的票子 就是我们10月底还没兑现的票 那现在就嘎评了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对 我们在11月1号开了一张票号1471 金额3280的票子 银行在11月4号兑现了 我们在11月9号开了一张票号1472 金额5660的票子 银行在10月15号兑现了 那么我们在10月15号开了一张票号1472 金额13金额1200的票子 银行还没兑付 那么这一笔呢就是银行11月底的未答账 我们在11月18号开了一张票号1474金额1076的票子 银行在10月22号兑现了 我们在10月20号开了一张票号1475金额3140的票子 那么银行还没兑付 这一笔呢也是银行11月底的未答账 我们在11月25号开了一张票号1476金额2660的票子 那么银行在10月28号兑现了 不过它兑现的金额是4660 那么这一笔呢是公司的错账 再来呢是我们11月26号开立的票号1477金额1224的票子 那么银行在11月30号兑现了 那么兑完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记录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银行对账单上有一笔是我们公司账上没有的 就是银行在11月25号扣了一笔手续费260块钱 这一笔呢公司账上是没有的 所以呢它是公司的未答账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上面对账的结果呢做了一个汇证 那么公司的未答账呢有一笔就是手续费260块 那么有一笔错账就是票号1476 正确的金额应该是4660 但是我们公司写成2660 所以少扣了2000 那么在银行这一边的话呢 它有未答账 首先呢是在图存款7000 以及两张的未兑现支票 分别是票号1473的1200块钱 以及票号1475的3140这两张票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银行网来调节表所做的前半段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的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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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